今天的進度就是我們好不容易在很多人的努力之下 我們把一格調好了 然後就是感謝這些同學 這些同學其實如果可以看到的話就是 這是這些人 好,所以其實這是我們今天的成果 那接下來首先我要拿來嘴炮 對,就是講一下大概的未來方向 對,就是這些比較表 它其實是會有一些格式的 然後雖然說開放了編輯 可是未來我包含我在內的就是這個 這個文件編輯者其實他會需要去花費一些人工 來把這個比較表變成是一些固定的格式 例如說像如果有一些資訊 例如說像這些這些都是管爺講的話 那這些資訊其實我們可以像管爺講說 他在這個資金區的分享 他在那個溝通會上面有講過 這個民調顯示吧 那這個民調應該是有數字的 所以我可能就規定一個格式說 那我們這邊可以 就是有一些格式就是寫一個 Google Doc comment 然後來做來源請求 那到時候這也是我的future work 就是我會再另外做一個就是表格顯示的前端 那這就是我們的編輯介面 然後他會從編輯介面裡面抓一些 抓這些外觀出來 然後可能會把一些reference 或者是一些沒有講的話 可是沒根據的 需要別人補充根據的這些 也澄清在這個介面上面 然後來到這個表格的人 可以看得到說 欸這個就是這些論點到底哪一些是solid的 哪一些只是他在講話的話 還沒有一些分據的 對那再更遠一點的話 就是這一整個表格 他其實他建立的目的 當然第一個是 他的最直接的價值就是 他可以幫助我們就是 之後的資金區跟政府討論吧 那其實這個背後 其實這個背後 我想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是 他其實是想要做一個介面的設計 這個東西 這個表格 其實背後有一個很神 很非常神秘的邪惡的code 他其實是把我這個bordoc的每一個版本 全部都偷偷的塞到我自己的s3上面去 到時候這s3的每一個版本 都會開放給大家 所以說在這裡面 其實我們可以觀察到一些 使用者的一些資訊 那這些互動的方式 那目前我們 我現在是用bordoc 所以其實我沒有規範使用者 要怎麼去做討論 目的就是我想要看說 像這樣子的一個表格 開放給大眾之後 開放給 比如說 其實我 開放給大家的時候 他會 他資料到時候會長成什麼樣子 會不會有些狀況 就是鄉民改一改 改一改之後 然後另外就有人馬上閃擊 然後又馬上反擊回來 然後反擊回來 如果發現這些pattern 我們是不是可以再進步的去做一些設計 也就是說其實這個東西就只在 其實這個東西除了有利級的一個效益之外 我收集到的資訊 其實背後會希望 我自己可以 還有就是 團隊大家可以幫我去做 這些資料分析 然後依照實際的狀況來做設計 對 因為其實我們常常 我自己 就是我們是做人的幾乎動 然後常常會就是 就是天馬行空的想 好多好多的可能性 然後想好多好多的介面 跟好多好多的規範 可是背後 其實 使用者到底會不會這樣用 是需要一些東西的 對 好 那最後的話就是 其實還是有一些進展 就是 感謝Nchild把我加到 就是臥槽的非常神秘的設盤 然後是講自己去的 所以其實到時候 到接下來的時間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在那個 臥槽的那個設盤 來把這個表格就是 更成長茁壯 那只要這個表格 它夠有內容的話 就會吸引到觀看的人 然後有觀看的人 然後有觀看的人 就會有編輯的人衝進來 想要就是編輯 然後如果有人編輯的話 就會有更多的觀看的人 就這樣機身蛋再生機 那我現在在做的事情 就是想辦法把 機身蛋再生機 最前面的那顆蛋 給生出來 這樣 好 那謝謝大家